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芒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说说又当人家乞丝 当然,你当人家乞丝,别人都不会给 一些好面色你看 现在这个 很重要的北非国家,为什么重要呢 他就要 看着 移民的 这个国家就是特尼斯 特尼斯总统 居然 突然之间发烂,特尼斯突然发烂 可能 这个和欧盟的 移民协定 有机会 会泡汤 今年7月的时候,欧盟就和北非国家特尼斯 签署了协议 特尼斯承恶 阻止更多的 移民 是进入欧洲的 欧洲就为特尼斯提供相关的财政支持 这个数字 特尼斯是满意,但是 不知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位阿哥 就是塞尔德 塞尔德 其实很多西门都说他独裁者 其实实不一样,欧盟和他合作 总之你又用我一句就和你合作 就是这么简单 特尼斯总统 对欧盟在移民协议当中 给出来的条件是批评的 本来就说OK,后来就好像说不行 这个举动 令到欧盟相当不安 欧盟委员会的发言人就说 昨天说 欧盟现在 要 立即和特尼斯 当局进行沟通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 欧盟 就担心 赛尔德 拒绝欧盟的援助方案 不就等于拒绝移民的协议 是的 是不是 因为银方面 想要多些 我估计 我说个数据给你 你觉得行不行 赛尔德 他就说 欧盟提供的款项 这款项 不就等于 让我刻意撕捨 之前欧盟曾经宣布 将会为特尼斯提供 好像一只笑 一亿 2700万欧罗 真心说 其中 包括什么 就是来自移民一男子计划的 4200万欧罗 赛尔德 他就说 我们特尼斯 愿意与欧盟展开合作 但是 绝对不接受 欧盟提供 缺乏尊重的小恩小惠 这是他的原话 一字不漏 小恩小惠 你很厉害 欧盟今年7月 和特尼斯签署的 移民协议 为了减少前往 欧洲的 移民数字 因为特尼斯 是地中海国家 地中海国家 当然有欧盟国家 去得最多的是希腊和意大利 尤其是意大利 赛尔德 他就说 你们这个款项 并不是因为这笔钱 是 少得可怜 而是因为欧盟委员会的态度 有备于 之前和特尼斯签署 协议的时候态度 亦是 和 罗马移民问题峰会的精神 背道而驰 和 利比牙一样 特尼斯 亦是 这些 寻求庇护人士 通过地中海 前往欧洲大陆的 主要 途径国 欧盟委员会和特尼斯 在7月16日 签署了强化伙伴关系的 意向 声明 记住声明 声明 就说 欧盟承诺向特尼斯提供1.05亿欧罗的 边境保护资金和1.5亿欧元的预算支持 另外 9亿欧元 就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为特尼斯制的 怪不得 又叫人改革呀大马sir 唉 可钱也ios又迁击 ah taxes 一幷也描述 你愿远连赛尔德都没有做 难道 favorable 就算 Effectiva 原来要向改革方案挂钩請 mir loss 而且一定要改成至满意 才能赴你 金 Вид match 要enser 了有关资段 将被特尼斯 用在海岸巡落 shooter 全席 的 保养和维收 还有移民遣返 而出于保护移民的目标 特尼斯就相应地展开合作 赛尔德本来想接见 本来要接见上星期 赛尔德本来要接见欧盟代表 因为欧盟代表准备去特尼斯 最后细节效果 结果赛尼斯 你别来 他是推迟了欧盟代表来访的计划 这个欧盟代表团访问特尼斯的目的 是相当明确的 就是 商讨落实移民协定当中具体事宜 不过 特尼斯内政部 否认和欧盟出现意见分歧 否认和欧盟出现意见分歧 欧洲人民党的主席 韦伯说 与特尼斯签署 移民协议是不可代替的方案 一定要做的 你说不可代替 他就卡住你 他再次敦促 德国总理索尔茨近期访问特尼斯 都说别人不让你去 真好笑 别人赛尼德说你别来 你别来 先谈谈他 结果他说你去吧 你不去他才不让你去 是不是 好像赛尼德不是这么说 到时 我怕你压个闭门跟 你还没面子 韦伯在欧洲议会讨论中说 特尼斯 其实希望得到投资和就业崗位的保障 不怪 德国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就是叫德国付钱 你说白了就是这样 所以 现在德国经济那么差 让你贝尔白克说我们支持中国 我怕你支持一下自己经济很差 当然 德国经济差人 就不是全部来自中国 但是都是 很大部分 你要想一下他要出钱又出大份 你又要他 那又不准接触 等一会又说不准用新疆的 等一会又说 不行啊中国电动车怎样 其实最后来 他真的经济 那么差的话 欧盟也不好过 波波老师 啊 你们经常说 敢不敢敢不敢 我发现一样的 就是欧洲人 是将个道德高地 我当你是自己可以这么高 但是人家是不是过根岛呢 你不要说了 他们和特尼斯 特尼斯拆不定 其实他内部自己都拆不定 你知不知道 这个波兰刚刚宣布 对 将恢复 波兰和斯洛佛克 的边境临时管制 顶你 即是 连自己 连自己有都不相信自己有 波兰的 内务及行政部长卡明斯基 这个很 很对 俄英派的 他就说 又昨天 又今天午夜起 波兰和斯洛佛克 边境的临时管制将会恢复 卡明斯基就说 起码要 管十天 之后 还会延长 而且延长的机会很高 这是什么事 他就说 现在和2022年相比 斯洛佛克境外的非法移民 和被发现移民人数增加 接近千分之一 撑顶你呀 波兰之前人家才说你乱差发签证 现在你就指向人家了 是不是想转移 标视线 以前 不是以前 前几天 就说你好像海外那些 乱差批签证去欧盟 现在你就 属于斯洛佛克 不过也是合乎他们的 逻辑 因为那是属于人家 短短两个星期 我们发现并且拘留了 551名非法越境人士 卡明斯基就说 斯洛佛克德国 奥地利 捷克和国内内政部 以及欧盟委员会 已经根据 神根协议 我们都通知了他 哦 人家就说你乱差批签证 搞到欧盟大量不知名的人 拿着欧盟的签证 进入欧盟工作等等 现在你说不是 斯洛佛克多了移民 说真的这些转移视线的 意味都很浓下 这个 感觉都挺撤裂 没错 人家说你又没有否认 又没有拿出什么行动 只是指向人家 不是我 斯洛佛克总统 斯洛佛克 自须是他 所以我会弄这个边境限制令 是的 自须是他 还有 一件事都不得不说 其实现在 德国巴弗利亚议会选举 现在这个选举成为了 欧洲政治的风向标 为什么 我们都说的 绿党 原来绿党 民意 调查看到 是 相当不介 还有他们最怕是什么 另类选择党 因为另类选择党 他们说 他们觉得是亲俄 反对缓屋 而且 是反对移民 所以 现在 他们就觉得 这个德国巴弗利亚 的选举就是 欧盟的政治风向标 刚才我们都说的移民问题真的很难受 所以现在这个北非国家 特利斯可能想 你之前当我 恶意 现在我有话语权 我们都说这个世界真是公平了很多 因为以前 发展中的国家 一直都是 话语权比较小 但是 现在 现在 一是就有资源 一是 就是帮你看着边境 墨西哥两样都有 说真的 墨西哥两样都有 那么你看回 无论是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 以前亦或是1990年两德统一之后 其实巴弗利亚自由邦 都被认为与众不同 居民 认为 身教不适合 这块土地 他们骄傲地穿着民族的服飞 大胆地喝啤酒 保佑反抗联邦政府的 独立传统 巴弗利亚 是全德国面积最大的州 选举近了 10月8日我们拭目以待 将举行 州 议会选举 巴弗利亚州 与德国其他地方的政治版图 差异很大 都在对抗 崛起的 右派 极右应该这样 亦都关注移民 气候 经济 认同感等等的议题 再加上 早段时间 这个 是 另外一位 前的副总理 有些是黑历史 你就发觉 巴弗利亚州是一个 如果在这里赢了 其实真的很有 风向标的感觉 我们 将时间推回80年 其实 纳粹德国向 红邦国投降没多久 巴弗利亚 基督教社会联盟 以及 基督教民主联盟 即基民盟 等等的政党成立 保守主义 江普中间偏右的基民盟 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执政的 而基社盟 基社盟 就是他的姊妹政党 只在巴弗利亚州参加选举 冷战初期 美国 是 盘踞 西 德南部 他们接受巴弗利亚 建立更加是保守的政党 但是 亦都要求 新政党严格遵守新的民主规范 从那时起 巴弗利亚的 政治一直是有 基社民主度 而大部份时间 就是有 斯德鲁斯一个人主导 斯德鲁斯是德国政坛的重要人物 1956年 他主张 基社民的右边 不能有合法政党 即是不能让他更幼 即是 极端幼是不行的 但是 看来 现在开始崛起了 现在 无论是巴弗利亚州 整个德国 甚至 是整个欧盟 现在 有更加幼的政党出现 某 一些 既存的政党的右派 即他们 党内的 比较幼的人士 已经威胁到 联邦 共和国 建立的共识 这个倾向 在前东德地区更加明显 又是说这个政党 2013年 成立的德国另类选择党 在那里有很多选票 2024年 东部三个 州将会举行选举 另类选择党 有 可能晋升 个别州的最大政党 而且 2024年6月 将会进行欧洲议会选举 这场选举 堪称是 欧洲政治风向标 右倾 的势力 可能席卷整个欧盟 巴弗利亚 和他的伦邦克森州 都在 华益 很快 那几天 10日 今个月10日举行选举 巴弗利亚州 你知不知道 有1300万人口 但是GDP来说 一个州 就排整个欧盟的第六 这些丸子就很糟糕了 没下来死了 巴弗利亚州曾经 只是 贫穷的乡村地区 但是 经历战后的 经济奇蹟脱胎缓骨 拥有全球知名的製造商 和汽车巨旗 不过 当联邦政府的高官 参访 巴弗利亚州选举 他们发现了一件事 原来在这个州 很多敌人 尤其是这个中间编组的绿党 亦都被对手数作为 德国的敌人 是内部敌人 其实这种 在德国内部的政坛十分罕见的 今年夏天 绿党就提案 计划以百分之六十五 以上的可载生能源 取代 幼 作为 这个供电的 动势 就希望 挽救全国的支持率 但是这个提案 在降低目标之后 通过了 不过 技术性的能源议题 现在变成了 意念之争 抗议人士就说 为什么你们不处理 移民问题 反而理我们家的污奴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钱 给了其他人 就要 你知道 换一个很贵 后来他有修正 因为初初很糟糕的 明年1月1日他全换了 不修正都不行了 真的 令到 双克 双克一齐台湾曼 贝尔伯克和哈贝克 被人 罵得狗嘟 那巴佛利亚 现任 联邦总理索尔茨 不好意思 现任联邦总理 其实呢 没错 索尔茨 那就是 之后就是 要 这个好笑 是 跟绿党保持距离 都正常的 不是 我觉得 都是正常的 如果你不保持距离 也挺糟糕的 上次巴佛利亚 议会选举 其实在 18年举行 绿党很厉害的 是获得 第二多的18% 但是 这个基社盟 得票率下跌到37% 但是其实也很厉害的 这是根据地 没办法单导执政 组成了联合政府 当时一些人就认为 绿党 有机会成为 现在这个巴佛利亚政府的 叫做 阿头 阿头 更加有人说 贝尔伯克 就是 德国的希望 真是好彩啊 这个德国人真是好彩啊 这个对华英派贝尔伯克 就算贝尔伯克不可以 阿哈贝克都可以 两个 现在 德国已经被搞得很糟糕了 而实际上 绿党的确和 这个基民盟 在繁荣的 巴登富藤 宝州 是执政的 18年 当然后来 就是 大家都是 互有输赢 不过 现在真是想不到 事而世役 事而世役 基社盟支持率 都是有跌 跌到36% 是政党 在他们这个政党巴菲尼亚州 最低纪录 但是 没意思 这个 绿党也是跌 而自由选民党 是超过了 绿党 社民党 排得更加厚 其实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零类选择党 就是零类选择党 都是 担心都是正常的 因为 他们的势力真是几好 看起来是几好 现在 他们 这个绿党就说 如果你选另一类选择党 就等于选择特朗普 这么说 这么说 你要记住 在 共和党人当中 他们觉得特朗普 没有问题 即使美国 他们就说 你看特朗普 他整天上庭 不过 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 这个美国 亦都是 媒体说 每一次他被法院起诉 他支持率都会升 是不是 你发现这个是现实 为什么他这样 因为大家觉得 你是不是全部 去玩他 你是不是全部 搞他 政治打压 可耻 对 政治打压 最大的在野党的基民民 可算是德国 全国 表现最好的政党 但考虑到 总理索尔茨和执政联盟 面对大大小小问题 其实他们表现应该更好 不过这个也不要紧 没什么怕 最怕就是 另类选择党 我不知道另类选择党会否赢 因为 你不在当地有很难感受到风气 但是你看到 斯洛伐克 他们称为 亲俄和 反 欧盟反不弱的人士 赢了大选 其实大家都要知道一个势头就是 的的确 它是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 就是 降低能源价格 顾好自己 不要换那么多污 这个就是现实 因为他 当选第一人说 我们一定会 审视换污政策 审视意思就是不想换 但是我相信 这个贝尔伯克 还有 哈贝克 就是这些欧盟的 这些 左翼人士应该都会 出来说说说话 因为他们都经常骂 欧盟反骨仔 欧尔班 还有陶宗那位 冯德罗欣 应该还有一些方法压制住他们 因为他手中有这个钱 可以派不派给你 那么 移民问题 亦都大家记得 荷兰手上的女特 也是移民问题搞得下台 其实 现在我发现 欧洲 和美国一样 移民和玩乌 是吗 大家都一样 当然 美国就不是由 北非国家来的 不是经北非国家来的 经过去鄰国 就是 墨西哥 美墨边境进入美国 欧盟 多数来自地中海 就是北非中央国家 特尼斯 和利比亚 利比亚 早前大水很大祸 大家知道 而且利比亚东部的领导人 和普京关系挺好的 和普京关系挺好的 这世界很复杂的 我们不可以单方面 一直都是互动的 好 今节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OK OK 谢谢观看